活动一开始在运动老师的带领下 大家一起做暖身动作 随后在主办与赞助单位共同名腔下 活动正式热闹的展开 近年来户外运动风潮盛行 电像越远运动 让大小朋友有机会用运动的方式 探索大自然之美 而参赛者参步于环境优美的烈夜坛山林 更能体验老街的在地风情文化 每年在这个时段 办理类似这种户外型的一个活动 不只让游客可以来体验我们烈夜坛的 无光商社 最重要就是参与者 他也可以增进他的健康 他的体魄 那我想对整体国家社会来讲 都是非常正面 都是非常良好的一个活动 电像越远考验的不只是体力 还有资力与默契 对参赛者来说都是很好的尝试 所次挑战电像越远的民众表示 很开心能够在烈夜坛中挑战自我 这是一场很特别的全新体验 因为平时就有参加一些路跑活动 所以刚好来玩一下 就在参与不一样的活动 日元来这边不错 空气很好 风景很漂亮 突然间看到一些资料 反正就来这里逛逛 就来这里体验体验 这次电像越远运动 办的是非常成功 而最后压轴的烈夜坛烟火秀 也在夜间亮丽绽放 今年的花火节 透过不同的活动设计 打造了适合合家参与的活动 所以有兴趣的民众 未来可以安排假日时间 一起前往全台最好玩的户外寻宝乐园 您喜欢欢迎欢迎 与此采访报道